俗话说 牙疼不算病 疼起来要人命 你们如果没有牙疼过 那真是你前半生的幸福 你后半生我不能保证你不牙疼 我就老牙疼 前些日子呢 我跟王庆盛 我们俩一块 把那没用的牙都拔了 王庆盛啊 是这个拔了牙以后重返银瓶的第一次 他睡着了 他拔完牙呢 很舒服 要不然他不会睡着了 我拔完牙一点都不舒服 拔牙的头一个小时好疼啊 那麻腰劲一过了 太疼了 疼得我整个脸都受不了 你说这牙为什么会疼呢 这牙不就是一个法郎制的很坚硬的东西 他为什么牙疼呢 牙疼是因为牙里面有神经啊 很多人说哎 我这牙里露出神经来了 所以特疼 其实我们这牙里确实是有牙神经的 那个牙神经如果发炎了一肿胀 那那个疼痛绝对不是你能想象的 也不是你能忍受的啊 这个医生是这样 你说牙疼啊 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牙做一个洞 拿探针啊 往里头这么一扎 看你的反应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脚趾头 全都窝在脚心里去了啊 这个我过去啊 在出版社的时候 在出版社我们那个主编牙不好 老去看牙 每回看回来啊 都觉得人生暗淡啊 然后每次回来的时候呢 都是带有惊恐状的跟我说 这个医生狠狠的 拿针又扎了他神经一下啊 所以说他当时扎我一下 我当时就死在那椅子上了 你没有看牙的经历 你是不能感受到我说的这个话 有多的力度啊 有多的痛苦 你都不知道 只有你去被牙医狠狠的治了一回病啊 你才知道这牙 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其实啊 我们老说牙齿牙齿啊 我相信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是牙 什么是齿 古人分得很清楚啊 我说中国汉语严谨呢 古汉语博大精深啊 非常精准啊 我开始跟你解释 牙齿啊 我们前面你能看见的 张嘴就看见的 这全是齿 你看不见的 那后面的那叫牙 所以中国成语律有效不录齿 你看说的很准确 效不录齿就是你的门牙啊 唇亡齿寒 嘴唇不行了 这牙齿就感觉寒冷了 我们说唇齿相依 从不说唇牙相依 也不说效不录牙 为什么牙在后面呢 但是我们说咬牙的时候 是咬牙切齿 是把后槽牙咬住了 人说把你这人打得满地找牙 不是把你门牙打下来 是把你后槽牙都打下来了 可见打的这程度 所以我们得先科普一下 这个科普啊 是先科普 这硬度 硬度是有标准的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一般说长度啊 我们都拿这个厘米啊 公分来计算 说你这个高有多少 一米七八 这是长度 重量呢 是拿斤来计算 公斤来计算 说你有多重呢 六十五公斤 六十公斤 这是重量计算 对吧 那么 硬度是拿什么计算呢 全世界通行的叫模式硬度 模式硬度呢 有十个等级 一度最软 十度最硬 什么是达到十度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星球上 找到最硬的东西 就是钻石 它是十度 那么我们的牙齿 有多硬呢 我们牙齿 大概在六到七度之间 与新疆的和田玉的硬度 差不多 跟翡翠也差不多 翡翠就是六点五到七度的 一个硬度 我们的牙齿的硬度 大约跟翡翠啊 比那新疆和田玉 还稍稍硬点 那么软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的肢解 模式硬度只有2.5度 跟它相仿佛的 有琥珀呀 珊瑚呀 象牙呀 都是这个硬度 这是科学知识 我们应该多少掌握一点 你就知道 我们的牙齿有多硬 它比玻璃硬 玻璃大概就五度 五度的样子 所以你看那个 有气功拿那个牙齿 嘎啦嘎啦咬玻璃 咬灯泡的 那都没什么新鲜的 因为我们的牙比玻璃硬 你让它咬一钻石 给我瞧瞧 那门都没有 那么 人这一辈子啊 长多少颗牙呢 我就一说 你绝对一蒙 你就闹不清楚 你应该长多少颗牙 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 正常的话 你这一辈子要长 52颗牙 52颗牙 要都背起来 搁着一大盘子 你说你怎么长这么多牙呢 因为你长两回牙 你先生起来的时候 长的那牙叫乳牙 小孩都有 到56岁67岁啊 就开始换牙 换出来那牙呢 叫横牙 横牙 横定的牙 所以这两回呢 一共52颗 我们的乳牙 每个人正常的话 都是20颗 与中轴线算啊 左边5颗 右边5颗 下牙 左边5颗 右边5颗 这是 儿童的乳牙 就有这20颗 横牙有多少颗呢 我小时候啊 科学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 横牙有多少颗呢 有32颗牙 以中线划分 上牙 左边8颗 右边8颗 下牙一样 现在由于很多人不长最后这智齿 所以现在的书上写呢 人的横牙大约有28到32颗 一定是双数的 28或者30颗 或者32颗横牙 那么我呢 就长了啊 人生啊 这52颗牙都长全了 那么这32颗横牙里最后的这四颗呢 叫智齿 所以叫过去啊 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 就叫第八颗是智齿 智齿长的时候都是在你成年以后 所以它才叫智齿 那么大部分人长智齿的时候 都有痛苦的经历 现在很多人智齿是长不出来的啊 长不出来的 所以就横在这骨头里 你没长出来不代表你没有啊 你到那个X光机那照张片子一看 哎呦 你有一颗牙横在那牙槽骨里 没长出来 它没长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是你的牙越来越乱 越来越往前突出 所以你看很多人到中年以后呢 面向有所改变 牙比较往前突出 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 所以最好到牙科看一看 看你是不是智齿挤的 你把智齿拔掉 然后你还可以趁机呢 适度的挣一下鸡 你会变得很漂亮 我这个建议很值钱的啊 你们将来一定要感谢我 那么你看啊 人啊 这个横牙长出来以后呢 最容易掉的是哪颗呢 是你从中线算起 是第六颗牙 第六颗牙 第六颗牙为什么最先掉呢 是因为这个牙是最先长出来的 小孩大概在六岁就开始长这颗牙了 这是你人生的第一颗横牙 所以它第一颗横牙呢 它就容易掉嘛 我们这个智齿啊 在中国医学典籍里叫真牙 古人认为啊 这女的到21岁 男的到24岁呢 他说的是肾气啊 说你发育已经达到成人的这个程度呢 智齿就开始生长 智齿长出来以后呢 牙齿全长齐了 所以你就成为了一个啊 正了八颈的一个成年人 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下科学知识啊 哪个牙最结实呢 你从中轴线算啊 第三颗 那么第三颗牙呢 我们过去不叫全齿吗 那真是人嘴里长出狗牙来了 所以不好听 那是文学词不好听 那叫什么呢 它叫尖牙 现在科学上叫尖牙 这四颗牙 是你啊 这辈子最结实的牙 很多老年人 所有的牙都掉光 唯独留这四颗牙 它为什么是这牙呢 是这牙结实 这牙直接长在骨头里 你要是看X光片 这类四颗牙 四颗尖牙 那牙根 比其他的牙根 都要伸出一倍以上 一倍是很多的 它用于干嘛呢 它用于最初的饲养 你想你啃东西啊 啃骨头 啃甘蔗干什么 都是用这个牙 这个牙非常有力 而且呢 长得非常结实 所以它最后一个掉 这个你知道啊 你看动物 动物的牙 可不是跟我们这牙不一样 动物两类 一类是食肉类的 比如猫科动物 犬科动物 一类是食草类的 比如牛马羊 是吧 牛马羊的那牙 都是大草牙 来回它靠咀嚼 把草这个磨碎 好咽下去啊 可是猫科动物 犬科动物不是 它靠撕咬 把这生肉咬下来 它里头那尺 都叫裂尺 把它撕裂 然后直接吞下去 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啊 都不咀嚼 它没有咀嚼的快乐 我们吃饭 为什么有那么大快乐呢 是因为你那个东西 老大嘴里嚼 嚼的时候就有味道 就有那个咀嚼的 那个快乐啊 你说人的吃 每个都往下吞 那是什么呀 那是药 动物是什么 靠强大的胃液啊 吃根骨头进去 你看那鳄鱼 吃你整个的东西 最后全部都能化掉 要不然你想 一根整骨头吃下去 如果消化不了 就咱这位 那肛门也受不了啊 所以牙带来的痛苦啊 太多了 我这辈子啊 人生不愉快的事 差不多都是牙带给我的 首先 牙不齐 就是一痛苦啊 牙不齐 齐不齐 你很简单啊 你要说你牙齐不齐 你这样 你把胳膊摞起来 自个儿照自个儿 这肥美的地方 使劲地咬一口 你一会儿你看那印 你就知道你牙齐不齐了 我小时候老咬 咬完老看 我牙还挺齐的 就是松 那么你看演员啊 咱这演员现在都整了 把牙都整得不是齐啊 你看过去啊 我小时候特别敬佩的 很多演员 为艺术献身 就是把这牙给搞坏了 就我年轻的时候 有个日本电影 叫友山解考 当时呢 那不都不认得呢 字都叫尊山解考 友山解考呢 他那个女演员 叫板本成子 他当时为了 演这种老妇啊 他把自个儿 前牙都削短 然后呢 就是看 就留个牙根 看着像拔了牙的似的 最后等演完电影 才重新给自己 做了人工牙 日本的演员啊 比如北村一辉啊 在电影这个 恶病神中 就是为了演 演绎这个黑社会 贩卖毒品的 这种小混混 自个儿啊 拔了六颗以上的牙齿 营造出阴耀啊 把这牙齿 溶解的这个印象 你看人家的演员 为了艺术现身 不惜破坏自己的形象 不像我们 现在好多演员啊 跟摄影师说 你那角度 我45度最好看 你那角度 能不能让我好看一点 那么过去 这些为艺术现身的演员 最后牙齿都完了 最后再去装假牙啊 这个在日本的 这个过去的演员中 就这种事情很多 包括我们大家 比较熟知的美国演员啊 像这个罗伯特德尼罗 他在这个罗伯特德尼罗 这演员演黑社会 演一些这个 这个角色都非常的 就是 就是那种 坏人中的英俊啊 这种坏人的英俊啊 他当时拍过一个电影 叫恐怖角 他出演一个什么呢 就出演一个 这个出狱后 复仇杀人的 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他为了自己 更能够贴近这个角色呢 他花了多少钱 自个儿花钱啊 那可不是道具组花钱 自个儿花了5000美元 做了牙科手术 使自己的牙齿 变得惨不忍睹 七九八八 最后电影杀青以后啊 自个儿又花了两万美金 你算前面花有5000美金 搞坏了 又花两万美金 把自个儿的牙齿复原 你想想这些演员 都为艺术献身呢 我们现在有时候 也为艺术献身 我们现在好多演员 尤其那女演员 把后槽牙全拔了 削骨 瘦脸 那叫网红脸吧 叫刀子脸 你知道啊 我们金人就这点痛苦 这牙齿都不齐 亚洲人由盛 非洲人很多人牙很齐 亚洲人的牙 为什么 尤其中国人的牙 为什么特别不齐呢 我告诉你很简单 就因为你吃的太好 你吃的越好越转 你的骨头就越没力量 越没有力量 骨头就收缩 狗头一收缩 你牙还是那么多颗 就挤得七扭八歪 我去埃及 看法老的木乃伊 特别注意他的牙齿 十几个木乃伊 只有一个法老的门池 有一点点错位 甚至都拼齐一口 拼齐的牙 那么我去山东省博馆 当年有一次展览 那有四十多个头盖骨 都是大文口 那个文化出土的 都距经四五千年的 那种头盖骨了 牙都是齐的 为什么古人的牙 都是齐的呢 因为古人吃的粗糙 古人的那个 需要使劲的咀嚼 所以下额骨 都非常的宽大 完全够牙长出的位置 所以他牙就都齐 我们今天从 这个生下来 就吃鸡蛋羹 吃鸡蛋糕 天天什么软 喜欢吃 喜欢吃 各种派 那你的牙就完蛋了 所以你的没有力量 这个 人吃的越粗糙 牙齿越好 所以你去看一看 这个到西藏 我去西藏的时候 有会有个篝火晚会 几个西藏姑娘 那牙齿在篝火中啊 闪着宝石一样的光泽 让所有的城市人都非常的羡慕 是吧 那么 一个牙啊 如果 有缝 或者不齐呢 你的痛苦是什么呢 塞牙 塞牙 前些年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一电影是周润发演的 周润发因此成一线明星 这电影叫英雄本色 里头演一小马哥 小马哥最酷的一造型 就是穿着缝衣叼一个牙签 据说那牙签当时都不是牙签 是一个火柴棍 所以后来就流行叼一牙签 显得像黑社会的老大 现在我们都比较注意啊 我认识有的人一天刷好几回牙 都带着牙线 吃完饭就要清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我们生活中呢 很难有这么优越的条件 就是每天你吃完饭 你还得去刷牙漱口 兜里拿牙刷掏出来 旁边人还讥笑你 但是 如果你不能刷牙 没有这个条件呢 起码你喝口茶水漱漱口 因为茶叶里含浮呢 它能产生呢 防取齿的作用 《红楼梦》里当时呢 就是一开始第三回来 就是这一个描写 就是这个当时吃完饭啊 因为林黛玉刚去啊 不是太懂啊 就看到啊 看这个甲家啊 这个都是用这个茶叶水漱口啊 漱完了还吐到那个唾鱼里 所以你们注意看文物呢 就有这种唾鱼啊 这个唾鱼就是吃完饭 漱漱口让牙齿变得清减 那牙缝呢 它的这个痛苦呢 还不是大的痛苦 你C牙尽管难受 但你不疼啊 但是你如果牙髓发炎 比如你有牙周病啊 你知道它的行话叫根管治疗 这个治疗是在你牙上 先拿那个钻高速的歹眼 释放下压力 然后里头塞进失活剂 读好了 过几天 你那神经死了 它把这个牙齿打开 把那个神经弄出去 神经弄出去是一勾子啊 我可被勾过 它勾的时候 你神经要彻底死了 勾出来一点都不疼 如果那神经半死不死的 它勾那一下也剧疼 我现在想起来都疼 一勾疼了一下 这你疼也没办法 医生不疼啊 你疼啊 医生才不怕 你疼呢 医生最不怕的就是病人疼 所以他老说你忍着点 忍着点 这话我听了就一万遍了 每回我去看牙的时候 心里就自己对自己说忍着点 过后就好了 所以我就拔牙 第一次拔牙 是一个痛苦的记忆 那时候去医院 牙科排队最长 我这人啊 平生最不爱浪费时间排队 那时候说句实在话 也没有黄牛 都是靠自个儿排队 那么我就想 什么时候没人呢 快下班的时候一定没人 上午在这个编辑部里 这个工作 到了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 骑着自行车就往牙科 就往医院跑 那医院离我们近呢 十分钟就到了 到了挂上号 一进牙科 然后呢 跟医生说 我这牙不行了 医生说拔了呗 说拔了 医生就说了一句话 说是指牙麻醉可以吗 我说可以 可以 我一想麻醉都可以吗 什么麻醉都行 然后呢 医生就说 你过来 坐在椅子上 张开嘴 让我看着它 看好了 我说看准了啊 这颗牙看好了 后面叫了一助手 这助手是这样 两只手从后面 捏住你的腮帮子 其中我也闹不清楚 他哪个手使劲 按压这个位置 你们注意看 这个鳄骨这个位置 有一个凸起的地方 往里稍微偏一点地方 你自个儿一 我现在一个眼睛 都看不见摄像机了 就黑成这样 这助手 轮圆了一掐我 我告诉你 我的世界就是黑的 我就疼得都不知道北了 这时候你嘴张开 他直接就把你压拔了 这种拔牙的方法 很古老 叫指压麻醉 用指头压着你的麻醉 我一开始没听清 我只听着麻醉俩字 什么什么指压麻醉 我就没往那儿想 我以为不就是麻醉 打一针吗 疼得我现在说起来还疼得 我告诉你啊 麻药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我一直说 所有的医学发明 都不及麻药和阵痛剂的发明 今天你到医院去 很少有人疼得 这个嗷嗷惨叫 我小时候到医院 经常听到病房里 出来惨痛的叫声 一个人一从早叫到晚 一叫叫很长时间 最后疼死了 今天因为有各种类型的阵痛剂 即便是最痛苦的癌症 特痛苦 你比如说肝癌特别疼 它最后也要给你注射阵痛剂 让你有尊严 在疾病面前有尊严 所以我觉得麻药的发明 非常的伟大 可以给人动手术嘛 对吧 过去打麻药 牙打麻药 我告诉你往哪儿打 直接往你牙床子上 现在你幸福吧 现在就算他给你打麻药 第一针头戏 第二麻药好进口的 在针扎的那一瞬间都不疼 直接就进去了 我们过去打这个麻药疼 第一针粗 你一看那针眼都晕 第二呢 医生永远跟你说 认一下就不疼了 扎你牙床子 你想咱这牙床子 拿牙签自己碰一下都疼 那么大一针 哭插空心的 扎你牙床子上 往里推药 疼痛的那一下 跟着就是麻药 那麻药推进去 隔一段时间 隔个十分二十分钟才起作用 医生说没事吧 开始给你拔牙 那么拔完牙干嘛呢 拔完牙得香牙呀 过去啊 有钱人香牙 一定要香金牙 拔金牙 有钱的人 一口金牙 说话都金光灿灿 他要迎着夕阳啊 跟你说话 你都刺眼 那显得什么 有钱 过去有一笑话 自打香上金牙以后 说你多大了 十七 说这个属什么呀 属鸡 住哪啊 西湖西 就全让你看你这金牙 这金牙是一贵族的标志 土归土啊 今天 时至今天 你到非洲去啊 非洲很多有钱的贵族 把好牙拔了 相信金牙 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份 但过去我们这种金牙啊 在旧中国 那都是反派人物啊 这种代名词 我过去记得看电影啊 看小说里 一说这人大金牙就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 所以现在你看 也没人香金牙了 现在香的牙 非常的逼真 你根本看不出来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哎呀 人不光人拔 猫也拔 我们的王庆盛把牙拔了 过去我们家的马大贵 也把牙拔了 那我发现呢 马大贵跟我很亲呢 我一摸他 他有时候躲我呀 躲我干嘛 我也扳他一看 其中一个牙根黑了 我就偷偷拿手一碰 那牙 猫马上就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 我知道他牙疼 然后全家兴师动众 带着他到猫医院看病 你说到猫医院看病啊 医生有时候 说这个 猫叫什么呀 我说马大贵 写上马大贵 我们家原来俩猫 一个大福一个大贵 大福没福走得早 大贵到现在天天跟我腻 然后医生一看牙 睡牙不行了 保不住了 他拔吧 拔好啊 拔 他不让我们看 他直接在里头拔 打人药 最后呢 我们都在外头 心急如焚的说 突然就听护士大喊 医生说 马大贵家属 然后我们一想 说喊我们 那就冲上去了 看那个 你这猫打完药啊 打完麻药 都是软塌塌的 然后很心疼 那毛发也不好了 马上就觉得 怎么没有光泽了 然后又打了点点滴 最后 马大贵醒过来了 醒过来 晃晃悠悠 跟我这儿倒一个蟹 最后摸一摸 牙没了 很舒服 牙拔了以后会很舒服 因为你那病灶没了 王清胜 王清胜是我接回来的 我跟我们博物馆 管猫的同事 一块接回来的 当时 那个流浪猫的救助者 他们家里好几十只猫 这猫是严重的鼻肢病 我就喜欢它这个 丑觉的模样 长一大黑鼻子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接回来 就是给它慢慢治病 说鼻肢 猫鼻肢很难治 我们费了好大劲给它治了 治了以后忽然发现 它有口臭 牙齿 红肿 不是人有口臭 猫也有 但是猫再臭 它没人臭 我碰见过有的人在巨臭 就说话老这样 得躲着点 那么到医院 几家医院跑完了以后 说它这口炎没办法 就是先是 这个保守治疗 怎么都不行 最后没办法 说那只能拔了 我们这个 王清胜恢复得很好 猫没牙了 跟人不一样 猫没了就没了 人没了得香上 猫为什么 不需要香呢 因为猫本身就是吞食的 它不咀嚼 所以我们有一个词 叫狼吞虎咽 我们的 我们的 成两两跟王清胜 表示一个友好 探望病号 猫和猫之间 跟人和人之间一样 互相之间 有的是见面就打 见面就掐 有的是 非常好 有点这个 没有原则的好 你看他们俩就很好 所以我们的王清胜 拔了牙以后 依然可以很好的生活 吃点比较细碎的 猫粮就可以了 你今天 这个拔牙 你再怎么着 总是有麻药 古人就不行 古人这个 就活得比我们惨 这牙疾啊 这牙病啊 这个 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 一个事 古人留下很多文献记载 比如我们知道的 大诗人 陆游 陆游生于 1125年 1210年去世 活了多少岁呢 85岁 85岁 在宋朝 相当于今天活 活不了185岁 相当于今天 差不多活110岁了 对不对 人都平均寿命低啊 他是一高寿 一高寿就是毛病就多嘛 历史上啊 写诗最多的一人 叫什么呢 叫乾隆 叫弘历 乾隆 乾隆一生写了 四万多首 小五万首诗 但是 写诗第二多的是谁呢 有文献记载 就咱这陆游 陆放翁 陆游活了85岁 他在60年间呢 写了近万首诗 就这人活了三万天 写一万首诗 平均从生意来到死 三天写一首 那么他在他这 不到一万首诗中 有多少诗是写牙的呢 你都想象不到 他写了150首 占他的这个 全部写诗的数量的 1.5% 你想想这牙痛 给他搞成什么样了 从他的诗作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患有严重的麒齿 麒齿就是我们说的虫牙 并有牙周病 牙周病就牙齿松动 比如他有这样一首诗 就说呢 人生天地间 等非金石间 旷富碎 旷富力碎久 度坏无负全 他说的就是 我这个人生天地间 就是金石 所有事没有那么结实 事情一久了呢 这牙就坏了 他下面就说 虽然这虫牙是个小病 弄得我很烦的 说昨天呢 特别疼啊 所以连这个脸都跟着一块疼 所以就说 就是生活没有什么乐趣了嘛 所以他写过这样的很多诗 那么他这时候 他牙齿已经开始松动 牙齿松动是牙周病的 一个典型的 这个症状 我牙齿年轻 很年轻就松动 因为我父母都有牙周病 牙周病是遗传的很难治 那么陆游呢 这个写了 这个自己的牙齿啊 松动啊 脱落啊 等这种诗呢 大概有数十首啊 比如他这个 55岁的时候就写过 他说这个 齿牙欲脱 更堪威 自个儿说 哎呦 我这牙他们一个个都掉了 很难过 到了他70岁的时候呢 他就说 齿牙摇动 病毛疏 齿牙摇动呢 就是牙都松动了 病毛 那个头发都变得很稀疏啊 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他头发可能不怎么白 你知道这个人呢 什么事上天安排的公平 你头发特别硬 特别密集的 特别容易白 你头发特别稀疏的呢 就不太容易白 但是他容易掉 所以你注意看 岁数大的人啊 掉头发的人呢 比如有点蟹顶的 秃顶的 那头发剩几根还都挺黑的 像我这样呢 就很快就就白了啊 那陆游呢 还有一首诗也说 他说 一尺微将坠 那双铜久已昏 就是这个牙齿灯 马上就要掉了 眼睛也不好使了 所以他写过类似的这种诗 很多很多啊 所以你从陆游的诗中 你可以知道 这样一个大文人啊 被这个牙齿这种疾病 搞得很烦心 很烦心 你说这人一辈子写诗 写一万首 中间有一百多首 写这个破牙 你知道他 他写过一首诗 写得很有意思啊 他说摔残啊 口两尺 就是他摔年的时候 晚年的时候 嘴里就剩两颗牙齿了 困恶 加四壁 加了也不富裕 加四壁